的确,这款空中突击悬翼机设计轻巧,技术可靠,安全性也很高 即便它的发动机在空中停车,它也仍然能够实现自悬式的安全降落 而且,与直升机相比,空中突击悬翼机的价格更加低廉,维护保养也更简便 它无需使用航空燃油,只需要加注加油站售卖的无迁汽油即可 运行成本经济实惠,更重要的是,在实战方面,空中三邦子算得上是一款空中突击力气 像咱们这种悬翼机,它就会在最开始的这种强度不太高,烈度不太大的等级,有它的一席之地 其实更重要的是,像这种悬翼机,它是以小型的战术行动去达成 这款空中突击悬翼机,还是不可多得的坦克杀手 在它的机身下方,可搭载多枚反坦克导弹 由于它可以低空飞行,在悬翼上拥有特殊的降噪设计 所以能对地面上的坦克装甲进行突袭 它这个发射是在空中进行打击吗 它在空中发射,飞行中间发射 它锁定目标以后,有前面光电球 把它锁定,锁定完以后,把子令给导弹发射出去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都是在百发百中的 这个应该是个两极点火吧 这两极点火,第一极点火是软发射出去 第二极点火是射成了一个点火 出唐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做力 出唐以后,它二极点火就是对你目标 打了不管 所以这个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这就是看见一摧毁,打了就不管 不但如此,空中突击悬疑机还方便学习 容易上手操作 王宝和自己就曾经驾驶过它